欢迎收看今天11月5号的拉新闻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韩国瑜的选举呢 他在低档徘徊 一直上不来 现在呢又增加了新的冲击了 那就是国台办 正在反复选当中 国台办有这么笨吗 可是一般的人都知道 中国共产党似乎一向就是如此 而不只是国台办寄出了会台26条 被认为是在韩国瑜的选情上面雪上加霜 央视主播还一起配合叫弯弯回家了 弯弯要先到投票所去投票吧 这个情况对于韩国瑜阵营来讲 其实是左右两难哪 所以他只好说中国营造对台商有利的经营环境 我们乐观其成 那如果他营造的是反复选的状况 那韩国瑜不是要哭哭吗 那韩国瑜该哭哭的状况是很多的 今天郭台铭董事长他控告网络上面 对他母亲的诅咒同时也提醒了大家 这种选票意向郭粉的决定的方向的筹码呢 我们今天也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讨论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韩国瑜这位候选人 他在有没有卡厕所的这件事情上面 已经卡来卡去 卡了好几天呢 周末完之后昨天还在卡 他自己憋半天也就罢了 他把雪迷也都憋死了 究竟真相是什么 就是一个龙刚派出所 没有让他上厕所吗 证据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都跟大家来好好的讨论 当然宋楚瑜先生一旦参选 他对于国民党的候选人 以及民进党的候选人呢 是冲击哪一个比较大呢 现在他也是各打五十大本的状况 首先为各位介绍现场来宾徐清皇 抠角大家好 谢谢民进党的前任的副秘书长徐家庆 抠角大家好 大家好 好 永硕的社长黄帝 抠角大家好 欢迎你 山医夫 大家好 欢迎你 好 李伯乙 大家好 弯弯回家呢 这个弯弯他曾经在中国工作过 他可以告诉我们台商 究竟怎么看待在中国的环境 他也是激进党的立法委员的参选人 陈伯伟 大家好 谢谢 好 我们来看这个所谓的会台 26条措施昨天呢 第一时间就被总统府行政院跟外交部给戳破了 这个就叫做一国两制台湾行动方案 这个台湾行动方案究竟有哪些新意 有哪些这个旧的这个旧旧呢 这是在骗台湾的选民 还是在骗他们自己呢 国台办究竟在想什么 简称26条措施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即去年2月提出31项会台措施后 中国国台办再度发布26条会台政策 前13条针对台商 后13条针对台湾民众 标榜两岸一视同仁 包括台资企业可以共同参与中国5G产业 循环经济民航主题公园 台湾民众在农业合作 购房资格文化体育等等的领域 也跟中国民众享有同等待遇 其中备受瞩目的第14条 台湾人可以在中国外馆寻求协助 申请旅行证件 行政院长苏贞昌要国人看清 中国背后动机 哎中国很妙耶 一方面在国际空间打压台湾 一方面又提出所谓要用领事馆 保护台湾人 一方面说台湾的选手 可以去中国发展 一方面连台湾的选手 在国际比赛都一再被打压 一落掉就是一落掉 就是压迫而且还抓了 总府更在第一时间发声明稿 中国26条名为会台 实为锁台 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行动方案 意图框架台湾 损害台湾人利益 以政治手段干预台湾大选 不过国民党中的参选人韩国瑜 却透过办公室回应 大陆是重要出口市场 大陆当局营造对台商有利的经营环境 乐观其成 基本上大陆当局营造出对台商的投资环境 有利的这些措施 我们都是乐观其成 距离大选 倒数昨天是68天 国台办就祭出了会台26条 大家都知道 这一定是要影响总统的选举 因为总统选举里面 有的人的政策是比较亲中的立场 如果你中国有好感 当然就会对候选人有好感 可是这个会台26条呢 总统府是说这个名为会台 实为锁台 就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意图以此框架台湾 所害台湾人民实质利益 干预台湾民主选举进行的政治手段 国民党说26条 四位台胞跟台气 提供更多同等待遇 对正在以两岸关系为武器 府院当局是敲响警钟 敲响了什么警钟 听不懂呢 他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国民党的意思就是敲响了府院的警钟 意思就是这个就可以让韩国瑜当选的意思吗 就可以政权轮替吗 等一下我们请现场的国民党代表来帮我们来解释 倒是这个主播很可爱呀 他一直叫我们弯弯回家了 很多人会不会因为看了主播很可爱 我就想跟他回家呢 那可是呢 你仔细看26条会台措施的重点 你仔细看26条 今天有报纸啊 就把26条都弄弄弄完之后 轻狂我的感想是太没诚意了 这26条根本没什么大内容啊 不是在骗人吗 对而且他出现一件事情 就博台办在骗这件事情的骗数层级上面呢 看起来跟韩国瑜这一名开支票方式比起来落后一大截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当这26条公布出来之后呢 很多人都说啊 这国台办要去改名字了 为什么 说这竟然说这26条叫做会台措施 人家就说你这根本是会中措施 是你们中国自己要的 怎么会说是会台呢 所以有人就说 国台办三个字的招牌应该改名叫什么 改成叫骗台办 因为他是拿来骗人用的 那为什么那么讲呢 你去看这个会台26条措施前9条的部分 都跟台资企业有关 简单说都跟台商有关 他叫你台商可以去投资 什么这个垃圾资源利用事业啦 主题公园啦 然后资源你什么台商各种开放 但是问题在哪边呢 当他嘴巴说要开放你台商 可以来投资的时候 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是在中美贸易大战下面 你台商不要走人 不但不要走人 你钱最好要留在中国 你就业机会要留在中国 你都不要走掉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如果中国现在状况非常好的话 他怎么开出来这样的措施呢 因为他现在状况真的很不好 中美贸易战打到 各位可以看这个数字指标 出口的部分 你看从今年以来的状况是 一直出口在负整场衰退 进口的部分也是在衰退 但是进口某种程度还反映什么 他的内需状况嘛 内需消费看起来也不太好 所以你看中国的状况 面临的是这种情况 然后你再看一个指标 中国今年另外一个状况是什么呢 你的经济状况不好就算了 你看物价的状况还在涨 物价在涨然后各位看一个指标 这是猪肉价格 中国的猪肉价格 在台湾你可能想象不到啊 我们台湾的猪肉状况 各位吃的都很平稳 但在中国你看这个数字呢 从今年一月开始起算 价格涨了三倍 猪肉价格涨三倍 那你看会不会带动其他物品的价格上涨 会嘛 所以中国现在遇到是这个情况 然后再搭配各位看这个 中国的民间投资 很多民间投资是制造业哦 民间投资是大幅的衰退 掉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民间投资衰退 现在外资又在跑 很多的美资也跑掉 那开玩笑那要找谁 找台资啊 叫台商来啊 叫台资留下来啊 所以会台26条前9条 为什么都要给台商 其他外资走掉了 叫台资进来买单嘛 就是这个情况啊 然后再给各位看 更好笑的事情 这个时间点啊 为什么我说 国台办在这个时间点 要告诉大家 会台26条措施 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因为过去这两三个月 大家看到一个现象 好多中国的网民自己翻墙 上传把影片拍到YouTube上面来 里面影片分做三大类 第一大类 在讲猪肉价格涨得有多贵 那第二大类 在讲说他们的薪水 快负担不起现在的消费环境 第三大类 讲中国的鬼城盖的有多严重 哪些空业区已经空掉了 哪些商场也空掉了 那这三大类的影片 都是中国人翻墙 然后上传到YouTube上面去的哦 当国台办一讲完 会台26条之后 我们上去YouTube搜寻一下这些影片的时候 哎 你是台湾人 你看了 你会相信这跟着这26条去 你就能发大财吗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些影片 你看这一条影片说 广东东莞烂尾楼房地产泡沫 一座鬼城空城 这个东西写下来下面留言留什么 你看东莞张木头工厂大量倒闭 几十万人捡到几千人 这个周边店铺全关门冷冷清清 看到这个影片你会告诉我说这地方可投资 会吓死人吧 那你在看这个影片 这也是一样啊 这边写什么东西 你看中国房地产楼市二零一九现况 三四线城市大逆转 然后呢 一整个呈现泡沫化的情况 那你看这些中国人怎么留言的 你看 这个 这个我们不要讲 什么马 这样子 说好的 腾龙换鸟 现在笼子空了 鸟也飞了 忽悠大家一起做梦 哈哈 这就中国人的留言啊 那你看到这么多这些类型的东西的时候呢 所以就有人下了一个结论啊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中国网民曝真相 国台办还在骗 而且还骗得很笨 所以我们才说这骗得很笨了 这么低级的骗数 你现在拿来 你如果说在去年前年 大家还没看到这么多 中国人曝露出来的真相资讯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 搞不好被骗的空间还大一点 那今年国台办讲完了 我们去搜寻完 看到这么多东西了之后 你还要骗大家进去套牢 这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人家就说啊 就国台办现在的技术一点涨进都没有 但是呢 我们要体谅人家以下 人家也是有领薪水的 毕竟身为这个叫国台办的单位 你不做点事情呢 你对不起那个薪水嘛 所以他一定要端点这个措施出来 表示他有做事 可是时空环境差很多 国台办现在这个做法 我请教各位 当看到这个鬼城又鬼城 空又空的状况 各位再去对照韩国瑜之前 所谈的高雄拼经济的时候要靠什么 他不是把很多重型都放在中国身上吗 水果要卖谁 要卖中国嘛 然后呢 这个观光要靠谁 要靠陆克啊 你看到这个状况 在对照韩国瑜对拼经济的认知 你不觉得很可怕吗 这是一个你可以重压经济的国家或是地方吗 那当现在这样的状况进入总统大选的时候 国台办所多多出来这26条 你觉得他到底是在帮韩国瑜辅选 还是在帮韩国瑜反辅选 这个一思考起来就非常有趣 每次在大选之前 如果这个国台办或是中国当局有任何动作的 大家都知道对于比较轻忠的候选人 就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就负面指标嘛 那他也很不用心 这26条里面 其实也没什么创意啊 第一点刚刚被清皇你讲破了 就是关于台气投资的部分 台商现在正在大逃亡 回到台湾的 现在已经接近8000亿了 今年度已经有8000亿的台商要从中国回到台湾 更别讲他其他的这个东南亚国家的这个资金的投入嘛 那人家都要逃走了 结果你现在要骗我们台商进去 再加入你那个又老又穷又这个空洞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工厂倒闭环中去继续的去套牢倒闭嘛 那至于其他的保障救济 其实这是空话 我们连一个统派的学者都可以被他关一年半不见了 到现在刚刚还没有行踪呢 这只是一个最近的例子哦 那更别讲连日本的北海道大学的教授也都不见了 你还保障救济谁呢 这个行业标准这个是这个两岸三方的检验机构 这个都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在去年的时候他也提出了一些技术性问题嘛 好在其他的部分也没什么新意 这都是旧的嘛 对不对 这些都是旧的 唯一的这个 以前他也讲过了 就是要我们申请旅行证件 海外台人可以向大陆使馆寻求保护与协助 申请旅行证件 我们要请教这个曾经在中国投资 然后现在这个幻然悔悟 回到台湾的弯弯 陈柏维先生 这个很多人在笑说 全世界的护照排行 中华民国护照一定是第一名啊 那我们干嘛到海外去申请他们的旅行证件 因为申请了中国护照 你可能可能中华民国护照就会被注销了 你就会变成不是中华民国国民了 那柏维你怎么看他的国台办的再一次 比较愚蠢的表现 他为什么要这样公然的这个表现他们的笨呢 其实像刚刚讲没有错 这不是会台的这个措施 它是会中的措施 它其实是因为中国需要 他才推这些东西出来 而且其实在这个世界人类文明 历史上从来都是中国需要台湾 没有台湾需要中国过 只要发生战争什么 一下子把台湾割出去 不然就是在在中国打输了 跑到台湾来 然后这个当殖民政府 所以历史上只有中国需要台湾 从来没有台湾需要中国 台湾是一个可以自给自主的一个国家 那他现在推这个政策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好 如果今天有人说 寇姐我要给你一百万 然后寇姐就说好 那去哪里拿 然后突然就我不知道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 我们台湾有中华民国政府 在处理这个国内的事务 政治管理事务 可是问题是当对岸提出了 我们有二十六项会台政策 好 可是我们的政府 陆委会并没有开放申请 那你要去哪里 你要去哪里申请 那如果有人可以这样子去接受 外国政府的一个会台措施的话 那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在执行一国两制 其实就是如果你要拿我的东西 你必须承认我政府的存在 因为你们政府没有这个业务嘛 所以如果他们讲的这些东西 不管是什么 我让你当这里的人 我让你享有跟中国一样的待遇 我让你在这边这个没有外商的限制 可以当做自己人来投资 其实他就是一国两制的具现化 行动化 你如果承认 你如果需要我的措施 那么你就得先承认我政府的正当性 那这个是他在背后隐藏的意义 这是政治上的意义 那他实质上在经济上对台湾有没有帮助呢 其实我们这个台湾基金提出四个论点 第一个叫做现在的美中贸易战 他他造成的效果是可能厂商的转移 可是他实际上呢 厂商转移之前会有什么 会订单先转移 订单的转移 他们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好 包含最近提出美加莫的这个毒药丸理论 包含这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等等的限制 就是说我们是民主自由的制度 我不能跟你用共产制度产生的市场经济来做贸易 所以如果我们其中一个国家去跟他做贸易 我们其他人都不跟这个国家当朋友 所以这个叫订单转移 你必须要在美国信任国家 欧美信任的国家 去这个订单去去做这些生产 所以当时在美中贸易战打起来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是订单先跑 订单跑了 工厂没生意了 所以工厂要跟着跑 工厂跑了之后 没有没有运作 所以他资金要跟着跑 所以他这个叫做逃难 逃难草 所以如果台湾人 因为这样对台的措施 进入了这个订单转移 他反而会受到欧美国家的制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叫做这个 这个用台资去补中国的洞 因为现在资金 不只是资金外移 他们的外汇捉金建筹 甚至连中国人要出国旅游 都要受到限制 为什么 因为恐怕他的资金会外移 会逃脱 所以这个叫做拿台湾钱 去补中国的洞 那第三个叫做国进民退 就是国营企业要进入民间企业 民间企业的股份要往后退 均不见马云马化腾 全部都已经退出政坦 所以退出商场 退出商场 虽然他们的商场如政坦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 台湾的企业还去那边的话 那么他下一波 他连自己中国人都可以欺负了 你怎么会觉得他开刀的时候 不会拿外国人 拿台湾人先开刀 最后一个叫做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如果韩国瑜的支持者 觉得过去的所谓经济起飞 代工经济 那个十大建设 这个是所谓中华民国的 这个光荣 黄金旗 那么必须要告诉大家 当时就是中华民国 国民党政权 把所有台湾的未来 都押保在美国身上 在美苏冷战的背景 的情况下 他完全押住在押保在美国这边 他对苏联跟中国是这个 汉贼不两立的状态 因此才得到美国充分的信任 包含资金技术 以及市场的转移 才有所谓台湾的这个十大建设 你看那个时候国民党是呈现一个 哦我都不管你美国要 怎样怎样 台湾就经济起飞 等到国民党觉得说 你会做我也会做 他就把重工业在高雄盖一大堆 然后把火力发现场弄在台中 然后搞到中南部好像都都是比较不好的人种 一样所以在国土规划上包含整个台湾的经济 奇迹或经济成长 其实就是押保美国所得到的效果 那么现在如果还有人跟你讲说 不然我们要这个美国 中国要各取得一半的信任 从美中贸易战的背景 从美加末的毒药丸条例 以及从台湾的历史 所谓的美苏冷战起的押保 其实两边押保是一个不聪明的行为 而且美国在历史上对台湾的信任 以及战略位置的需求 即便是商业利益来讲 他都是不可或缺的伙伴 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 要去得罪世界第一名 然后来跟这个正在走下坡的三十年 核心的衰退中中国去做好朋友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讲给大家民众去参考 当然我们看到今年的一月二号 当习近平他说出了这个对台湾同胞的 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时候 蔡英文总统强力的回击 结果稳定了蔡英文总统 从去年民进党败选废墟当中站起来 民调往上爬的基础支撑 没想到习近平对蔡英文总统还真的十分的宠爱 他继续又来了一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行动方案 那当然也或许他需要的就是所谓的台商 挹注他中国这个现在这个资金缺乏或是资金外逃的这个状况 但是其他的拉拉队就很高兴了 最尴尬的应该就是韩国瑜的阵营跟国民党当局 因为从历史经验显示 当中国当局一开始对台湾的总统选举要发动干预的时候 就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倒霉的开始 可是央视的这个主播很可爱 他一直说弯弯回家吧弯弯回家吧 我们来看看央视主播一起统战的这样的一个电视播出的画面 大陆方面出台了26条会台的新举措 看看这些措施呢 有一个感受那就是实打实 我们拿出真心对待台湾同胞 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 在大陆这里是你的祖国 在海外你的身后站的是中国 台湾的前途细与祖国统一 台湾的命运与祖国相连 弯弯回家吧 弯弯回家吧 佳青啊 这个有感动到弯弯吗 声调上听起来很柔性感人 但是仔细去看它的内容呢 我一直觉得从上一次那个所谓 大陆31条会台措施 那个会字可能是发音发错了 四声其实是不对 应该把它念成三声 叫做会台 那过去这一年多以来 美中贸易战战到今天 中国刚刚在徐青宏呈现的这些资料里面 他们自己国内的厂关的关逃的逃 然后一大堆资金都往这个中南半岛去了 中国人自己的厂都往中南半岛去 尤其是越南越南现在的那个厂区被炒作的那个土地标到非常高的状态 那你还告诉我 我现在要进去把钱奉上去 把人拉进去 那我是笨蛋吗 对不对 你这个大钱坑 那我台湾人辛辛苦苦赚的钱拿去那里投资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生意人也都聪明了 就算有这些看起来好像是宣传的很漂亮的这种口号 但是大家也会打听一下 你看从今年初以来 本来设定说5000亿要回台投资的 结果短短不到9月就已经超过5000亿了 到年底我们评估可能会到8000亿 那在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 这个钱自己会说话 台商自己的脚两只脚会走 如果中国大陆真的那么好 那么好赚钱那谁要出来啊 大家巴不得继续把钱投进去啊 厂区继续扩大啊 连郭台铭自己的厂都已经想要脱手了 那你告诉我 现在台湾的资金前进中国有意义吗 那更不要讲说 哎呀这不要说投资啦 不要说求学啦 对台湾人大概最有影响的 一般人来说就是出国旅游啦 这台湾出国旅游的人数特别多嘛 对不对 那所以对台湾人来说 我们有一百六十四个免签国家呢 拿的这一本台湾护照 你还真好用啊 你去了欧洲 你去了美洲 你去了这个澳大利亚等等的地方 都非常容易 那甚至有很多在亚洲的国家 也是一样啊 落地签啊 或者是电子签证都很方便 反倒是中国 你拿了他的这个所谓旅行签证 对不起哦 中国护照只有七十几个国家 他是免签的而已啊 那中国呢 你还可能因为申请了这护照 你自己原来中华民国护照 有被查到就被注销耶 那这种风险 哪一个台湾人愿意去冒 我相信不管你在经商也好 你去旅游也好 你去做文化交流或者求学 没有人会这么傻的吧 跟自己过意不去 所以这个我说二十六条会台措施 其实现在我是劝国民党的朋友啦 好好认真的去从三十一条到二十六条 加起来五十七条 去认真搞清楚 现在的时空环境跟十年前是非常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会台措施 其实是毁台措施 所以他对韩国瑜的选举 你认为他基本上是有反复选的这个效果吗 那蔡英文总统的当局应该是透效了 其实打从今年一月二号当习近平这个特别讲出来说 这个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之后 大家心里就有底了嘛 当时就在想说 他什么时候要端出什么东西啊 所以果然果不其然 国台办也如期的配合 在这个时间点端出了某些东西 但问题是这个内容具体来看 不管是刚刚所讲的 你要去投资中国的所谓比较 这个高技术的门槛的 中国一天到晚在偷别人的东西 谁还要去跟你一起投资 我们台湾也被偷很多 对没错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根本就没有吸引力嘛 那不要讲说 刚刚讲的说 现在留学生其实也越来越少了 去中国前进 你就算拿到证照 回到台湾也不一定被认证啊 对不对 所以没有意义嘛 而且还要被监督啊 没错 环境又不好 那是一个要翻墙的地方 而且你现在如果拿了中国的这个学历 你现在到其他国家 我必须要讲中国呢 不断的用经济的手段 在达到他要的政治目的 他不是只有对台湾这样 他对我们周边国家 包括韩国 萨德飞战的这个系统 对日本也是 然后对我们看到周边 菲律宾 越南 无一幸免泰国 印尼 印度 每一个都是被这样子弄哦 一开始都帮你说 啊你来签一个什么约啊 签完以后 过没多久 对不起啦 我要全部收回哦 你以为澳洲曾经 在这个过程当中 当他们这个政治现金 丑闻哦 所以就是透过这个 也是中国的一些商人 去 黄项目 对 去买通了所有在 澳洲的三大党 这个丑闻被爆发以后 那中 这个澳洲终于硬起来了 最近这个澳洲的外长 也讲了一些话 但是曾经澳洲也被 中国严厉的惩罚 百分之八十五的路客 通通不准去澳大利亚旅游 对 那这样的过程当中 台湾挺过来哦 我们有办法多元化 继续让这个所谓的旅游 维持在高档 那澳大利亚就很难啊 所以我今天要讲 是说中国不断的 用经济手段 来达到他政治目的的 这种手法 不是只有对台湾而已 那国民党朋友 真的要清醒一点 如果你们还在讲说 这个是在敲响警钟 那是敲响谁的警钟啊 敲响贵党的警钟呢 还是敲响共产党的警钟呢 就这可能要另外再解释 但是他这个 昨天公布的会台措施里面 跟一般的选民 我讲的是一般选民 因为韩国瑜的选民 都是庶民嘛 也没有人会去 跟他们做武器 所以昨天这个东西公布 昨天公布的 人民都没反应啊 旅游的政策 他说台湾同胞 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外使领馆 寻求领事保护跟协助 申请旅行证件 你害我们在没有这个邦交国家里面 如果这个出现困难 求助我们都是因为你去把我们断交 断成这样子 才害我们没有大使馆跟领事馆 不是你害的 然后还叫我们这个去求助他 那求助你 你中国的护照也比较好吗 没有啊 中华民国护照是很值钱的 而且你如果一不小心去申请中国的一次性护照 可能会注销国籍呢 然后你一辈子就要变成 这个没有办法拥有中华民国护照 我们看到中国的国台变 昨天的会台措施里面 你看今天的各报的反应就知道了 当然自由时报这个比较 它是比较绿的立场 它说俯批政治干预 我国大选很清楚 这个会台26条措施 那这个苹果日报是这样说的 中国公布了右台的26措施 是糖衣毒药 然后断我邦交国 打压金马奖 还奢严会谈 你连一个金马奖 你都不让中国的影片 跟中国的这个演艺人员来台湾参加 你还叫做会谈 你这叫做片台 你叫会中 那更棒了 好 这两个是比较亲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的媒体吧 联合报 很平衡哎 他说这个再推26条 辅回籍涵盖台商台生旅行证件 一国两制台湾行动方案 显然也没有替他讲话 这家报纸 他避重就轻 只讲了旅游证件 求助中国 坏句话讲 你这个会台做事 大家都看穿了耶 只有你们国民党发了一个敲响警钟 我们先看一下 真正警钟是什么 真正警钟是郭台铭今天出手了 他去告韩粉 他去告韩粉 他跟郭粉说 韩粉韩国瑜不可靠 还在欺负郭台铭 我觉得这个事 比这个国台办的会台措施 恐怕对韩国瑜的选情 还更大的冲击 拿着准备好的讲稿 郭台铭神情严肃 准备进入刑事局 因为有网友留言 指涉郭台铭的母亲 已经心脏病发身亡 让他再也忍无可忍 耳度对网友提告 就是这名理性网友 脸书上表示 郭台铭的母亲在医院抢救无效 据说是弃出心脏病 暴毙而亡 尽管郭伴立刻澄清 强调对方的言论 已经涉及恐吓及公然侮辱 最好赶快自行删除留言 该名网友却变本加厉 回呛欢迎提告 仇恨言论踩到郭台铭红线 郭台铭再把炮火 转向蓝绿两党 痛批孤息养奸 如果国民两党执政 都只是做事不管 任由支持者 激化对立 分化人民 扩大网络霸凌的歪风 那么人民 如何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社会不应该因为少数人 政治立场被撕裂 更不应该姑息养奸 你们的那个被夹击 你们的韩国瑜 不止呢 国台办出现了一个国台片 结果呢 大家都认为 韩国瑜倒霉了 这叫反复选 那郭粉呢 的这个头头 郭台铭出来说 韩粉还在欺负他们家 欺负他妈妈 这样诅咒人家 后面还有宋楚瑜 怎么办 先说我觉得先看 如果大家讲 甲青姐讲的 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国民党绝对不是中共同路人 跟我们没关系 因为他做的东西 对我们如果是没有帮助的 那怎么会来 怎么对我们是好事呢 反而对民党加分嘛 所以确定一下 可能民党的关系 跟中共比较好 是哪 有可能这个确定一下 国台办现在是 跟安静党 蔡英文同路人 小英同路人 我们还是小心点 习近平国台办都在帮小英 其实是可以好好查一下 国家机器可以发动一下 我们要好好清楚一下 在第二个敲响警钟的部分 这我要讲一下 我认为他敲响警钟 不是针对这个选举 我觉得是针对 对于台湾经济的问题 因为目前大家很多年线 所以你自己解读的 还是国民党的意思 那我自己解读好了 我认为是对经济的解读的问题 然后希望能够让经济更好 包括了说 大家对于 我们的想法是 只要对于台湾任何世界的国家 对我们释出善意 我们认为都是好事 我们都尊重也感谢 但是如果是为了政治目的 来做任何的操作 我相信台湾的人民都不是傻子 绝对不会接受这事情发生 我相信大家眼睛都血亮的 只是说民党现在 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之前常常碰到 就是逢韩必反 反正韩国瑜提出任何证件 你就先否定他来说 反正之后大家在吵 现在碰到中共 民党状况也是如此 韩国瑜是逢小英必反吧 逢民进党必反吧 这个应该也还好啦 我觉得我们可以互相 只要是对的政策 我们可以互相来讨论 因为政策没有绝对或错 互相反应反 这个互相监督 其实我觉得 包括一些民党的东西 我觉得政治的议题 包括他的意识形态稍微高了一些些 当你意识形态比较高一些之后 对于政策没办法实质来讨论的时候 我觉得对于台湾的前途 韩国瑜没有意识形态 韩国瑜是谁 我觉得小英高一点 每个人都一定要意识形态 郭台办这个什么会台 片台的这个措施 加上郭台铭替一脚 宋楚瑜要出来选 韩国瑜现在只有25% 那怎么办 我说真的 我觉得这个会台26项 其实我觉得影响不大 我相信讲 因为包括不要说 蓝后绿的媒体 对于这个新闻实际上 相信我过不了几天 这个就过了 因为实际上 实际上用到的人不多 你说对年轻人而言 你说26项 不要说有没有感觉 他连26是什么内容 他都不知道 他都不会去管这个东西 包括之前你说的31项 也是过没对就结束了 因为实际上用到的人也不多 所以 那干嘛除了搅局 我就不晓得他在干嘛 对 他自己还被李婆利去找 我不晓得他自己 所以国民党气在心里 国民党真的是被打门坤 就他做了一句动 不好意思骂他 不好意思 不能骂他 国台办在反复选 对 所以我想说 所以说他 我们第一个 我们不太同仁 第二个 就说蓝艺人 痛批国台办 对 对 我不解 还会有什么形状 那是磨爆的 就是扭曲 扭曲 我们没有这样子 只是说对于会台的部分 自然他认为是会台 我们对我们的角度而言 只要是对我们台湾有利的 有帮助的 我们都是感谢嘛 但实际上有没有任何 真的有帮助 我认为后续才会有效应 可是我觉得实际上不会有特别 对于选举而言 我觉得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那当然就是郭台平同事上 为什么我们今天播出这一段意思 就是说 他的妈妈已经被多次的 这个诅咒嘛 对不对 所以他上个礼拜已经告一次 他今天又气得告 他气得告 当然是因为他这个爱慕心 且另外一点 他就是要彰显这些狂妄的韩粉 嚣张的韩粉 还在韩国瑜身边 这个我们的郭粉 绝对不能屈服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我想第一个我觉得不管是不是韩粉 有这种话内容就是不能够接受 就是完全是一样的 所以郭董来反击 我觉得很正常 但到底是不是针对韩粉来反击 或者是他对于韩国瑜 或韩正英 是不是还有那些气没有过去 我觉得这还需要再讨论 他就在讨论 他之前我相信之前有生气 这是一定有合理 你说不生气 我觉得太矫情了 多少会有些神奇 跟有些想法 但是时间其实你看 从出血管到现在 也过好多个月了 包括说他的郭家军 是不是真的要来地方选举的人 也今天变少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谴责 但是是不是真的是韩半 或是韩粉 有相关的一些 郭台铭一些不高兴 我觉得后续再看 这话真的很过分 这话太过分了 还发一个消息 说可靠消息怎么样 郭妈妈已经在医院 什么抢救无效死亡 任何人看了自己的妈妈 被写成这样公共 这无关政党 这无关任何人 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然后下面还一起讨论 什么以为她妈妈死了 期待郭妈妈赶快下赫西归 妈妈这个郭妈妈可是长命 这个是健康的 但是不管怎样 我们来看一下 在韩国瑜的选举当中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的候选人都在躲韩国瑜 都在找另外一只母鸡 等你们国民党的问题 对不对 最经典的那个人 就是那个陈柏维的 在台中的对手 就是那位萧波快先生 他去找朱立伦一起唱歌 不过网络上很多人都在 在呼喊 而且在哀嚎说 这个人是不是要去学唱歌 我们来看 严冠恒 他的母鸡 博士韩国瑜 要拼连任的台中立委严宽恒 找来前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一起在销布快钱 大唱听海 小拨快可是过去网友暗讽 言家是黑道的用语 但颜宽恒不怕禁忌 过去发行销布快小物 如今更直接站在上面高歌 只不过两人歌声都很不怎么样 尤其颜宽恒更被网友酸 不知音准跟节拍为何物 影片当中买了梗 朱立伦写的信跟颜宽恒 最后约定 就是要当选 柏维你吓到了吧 你看他歌唱得多难听 你听到的是 你听到的是听海 我听到的是勇气 不过这个是好事啊 就是政治人物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影像也好 社群也好来接触不一样这个层次的选民 这个都是好事 只是说他这个我常会讲国民党从政的过程 部分政治人物他其实是在漂白的过程 比如说杀警察的 他现在也还在选 比如说这个如果喝花酒被抓到官的 他就会去请人家把那个法律的条文 什么教职员工改教职员什么东西的 所以这些东西这个过程他其实就是国民党有一部分的地方派系在选的时候 我们会怀疑说你是真的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个人服务 还是你是为你个人的保守群体这个利益群带关系服务 那他今天愿意跳出来 或者是说他是这个二代跳出来选 然后用比较年轻的方式 用这个比较诙谐的 我不确定他的歌声是不是故意唱不对拍 但是他是愿意注重这种新时代的传播方式 我觉得这是正面的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会回拍一首 你拍什么 双人枕头 没有啦 不过他们两个 我要先解释一下MV两件事情 第一个他们两个 我在想说朱立伦跟延宏有什么共同点 他们两个都很沙石 所以朱立伦以前人家叫沙石轮 一个是采沙石的 那一个是把沙石加工变成削坡块的 所以呢他们两个可以组一个叫沙石合唱团 那第二个呢朱立伦在这个 不是沙石合唱团 沙石合唱团 然后呢他最后又写一张宽衡当选朱立伦 很多人说这个是朱立伦写一封信 助言宽衡当选 可是不是他说宽衡下次要支持朱立伦 就当选朱立伦 所以他的意思是跟他说你现在跟韩国瑜搞在一起 对不对 漢板都挂在一起 你下次应该要选我 这样子对你的选情比较有帮助 事实上严宽衡先生 他也知道我跟韩国瑜都挂在一起 其实对我的选情没有什么帮助 算两面压宝啦 如果不小心韩国瑜选上了 我可能可以怎么样 可是如果他没选上 我觉得也没有 他今天拍这个影片某种程度 他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对手好像在空军 这个绕来绕去的 不然我们也来 如果我唱 我会送给这个颜宽衡一首歌 叫《无言的结局》 对 没有他们家的结局 好冷喔 还蛮好笑的吧 完全听不懂 我会吧 你们看我们大家只忍等多久啊 完全不知所措 不知如何回应 没有他们家的结局 蛮好的吧 我想了一天 你想了一天 我们想半天 人家是对付你而来的 你知道 因为颜宽衡 他知道陈伯伟很会打空战 你的网路上的声音也很 这个声量也很高 所以就对付你 然后那个 要用这种方式 看你会不会这样浪漫到海边上去 这个唱一首歌 拍一个这个MV 他在讲那些环境的议题干嘛 他们家也一共前前后当了二十八年了 二十八年不解决 每次选举都拿出来讲 我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比较正常一点 这变成选举了 不管怎样 这究竟韩国瑜是不是已经被大家抛弃了呢 可是韩国瑜自己呢 倒是这个非常的喜欢进入新闻的风暴圈中 一个有没有这个警察局不让他上厕所都可以搞好多天 我们大家都可以给他憋死了 究竟那桃园的龙刚派出所 有没有不让他上厕所呢 我们来看最新的报道 被问到上厕所没 内政部长徐国勇笑笑摇头 突然出现在桃园平正分局 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 上周四到桃园跑行程 事后控诉警方不接厕所的卡韩怡云 市警局副局长亲自澄清还不够 通关警察大军的徐国勇 说什么也要亲自来打气一番 鼓舞警方士气 徐国勇一一慰问 只请原警送上茶叶 毕竟卡韩上厕所的指控消息一出 不少韩粉在脸书发动攻击 痛批警方行政部中立没人性 甚至有人打去派出所恐吓丢鸡蛋 这样的流言蜚语 徐国勇吞不下去 积为不尊重 我们警察同仁对于服务人民 尤其对服务一个市长 怎么可能他来借厕所不借给他呢 所以我们警察同仁非常的生气 说我们根本没有这一回事 所以我再次强调 我们警察同仁服务人民 大家要尊重他 只要人民到我们派出所借厕所 我们绝对不会拒绝 我们再次强调 所谓的拒绝只需乌勇 警察同仁执勤是很辛苦的 我希望选举不要把格调玩漏了 那我想所有用造谣的方式 来制造事端不足群 我觉得派出所都很友善 而且我在外面如果说想要洗个手的话 会去派出所借一下 各地都很顺畅 凭这没有什么不顺利的 从警方到首长都站上火线澄清 不让韩正义抹黑 比起韩国瑜的憋尿的结局 那刚才那个陈柏威说的无言的结局 是非常有梗的 因为他说没有严家的结局 现场我们大家都带笨了 特别是旁边的那个上衣服 都被感觉出来 还算人家冷 没有严家的结局 你们刚才也没反应 你们也听不出来 为什么要算我的账 我看那个龙刚派出所 才真的是无言 看起来 从那个陈那学生 接受访问的这个片段 看起来是 他是猜测龙刚派出所 不让他去上厕所 韩国瑜到昨天还在那里纠缠不休 说警察不愿意借厕所 虽然点怪 但是新法官也就不多想 当天得憋着跑新生 你不是有去加油站吗 你不是有去仁爱派出所吗 人家还公布了这个 是监视器的录影带 这个为什么 义父 为什么他这件事情要搞这么多天呢 你们男人上个厕所这么麻烦吗 我觉得一件事 这其中 我可能认为是认知上的差别 我们倒不认为是 警局是一个坚持不戒的 因为我说一句白一点的话 他毕竟还是具有高雄市长的身份 你说到一个警察局借厕所 警察坚持不戒 其实我是打问号 因为毕竟 我们个人 我倒是 我去台北市去玩也常去 拜住所借厕所 你不要谈说是不是总统候选人 就是陈学胜自己搞的话题是陈学胜挑起的假新闻 这个有点误会 没有衣服都很线 我觉得应该是误会 因为他们一刚开始去的时候 在那附近停车车队停车位的问题 所以引导到别的地方 就要去全联他们过去啊 所以你知道龙刚 龙刚有一个圆环有一个福利中心 对还要到那边去 那个以前是非常大的一个 就是全联嘛 退府会军人经营的一个那个 以前我们不是都有军方啊 那个退府会去经营的那个福利社嘛 龙刚那边有一个非常大的福利社 他后面是一大片空地 我在想是可能警方认知上面 是说我这边停车可能容纳不了 你人这么多 是不是我把你引导到后方 停完了以后 看是要到福利社 还是要到警察局的厕所在 那可能里面的人 可能跟着韩国瑜里面的人 是不是有所误解 就是说你就是不让我们进去 还要带我们绕一大圈什么绕 我觉得这中间可能是认知上 跟传达讯息上的认知的落差 我觉得是韩国瑜的那个 是全学生借世界端在那边 打自己的声量吧 说实在话 李柏毅觉得这个题目不好玩 本来不是不好玩 因为这个其实 这个可以代表韩半讲 韩半已经讲了 他们非常感谢基层原警的辛苦 你们去得罪派出所的警察 有什么好处 因为韩国瑜市长 当然他其实不知道这个情况 因为他只是跟着就走了 因为之前在另外一个派出所 发生一个情况 韩市长去上厕所 也是去上厕所 真的有趣哦 出来之后就原警给他拍照 就一群人在门口拍照 就是仁爱派出所 对 没错 拍完照之后 有些长官说 因为行政中立 希望他们把这个照片从网路上拿下来 那后来就有一些 包括他周围的人就跟韩市长讲说 曾经发生这种情况 那我们以后避免这种情况再发生 因为你说照相也不对 但他放映他也没必要 所以他才说 他其实当天过去的时候 因为那天门口没办法停车 没办法停车 对所以他就说干脆算了 就直接便利了到下一个站去停就好了 所以实际上对韩市长的人 他就只是这种想法 那后面那是不是有别人 是可能因为他们接触到情绪不一样 认为说是 这个警察局不让韩国瑜去上厕所 可能有些误查到 你讲的比较中心 陈先生是说 因为长官看到仁爱派出所热烈欢迎 所以就不准他到别的派出所去上厕所 是不是扭曲 我觉得可能是个人的想象 扭曲 也要承认 有一定很多差 大义面踢一下 我不是 大义面踢一下 你不议你上哪一套节目是在身碎 这个部分我觉得他们要再厘清 讲清楚点会比较好 我们为什么一直要从昨天一直讲这件事情 就是这个团队就是奇奇怪怪的 爱说谎 爱给人家摘伤 那我们还有一个最精彩的影片 我们也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这黄杰昨天精彩询问叶框石 结果调出了叶框石一句话叫做 韩国瑜立有未待 好有趣哦 昨天晚上的网友全部都在赞美 叶框石说 你说韩国瑜没能力 那你们现在到底吸引多少北漂青年回来了 没有任何具体的证件啊 那他自己就这样子落跑了 高雄市议会总质询 世代力量议员黄杰锁定青年政策 炮股猛烈 市长韩国瑜请假拼总统大选 最会对战的是代理市长的副市长叶框石 旧国团的闲置空间不会拿来做清创基底的事吗 目前应该没有 所以市长一个政策已经跳跳了 黄杰锁定交换声 学代等大选议题和叶框石唇枪手战 议员应该要把市政跟国政分清楚 韩市长在选总统的时候 他提的是国政的方向 希望全国的青年能够得到 我们市长连市政的层次都做不到 他连在他的管辖的权内 都没有办法替高雄市的年轻人 来争取任何的权益了 我们又要怎么相信 全国他做得到 黄杰锦扣韩国瑜连管辖的高雄市都做不到 叶框石赶紧跳出来解释 叶框石长你不要再替他承担这些责任 根据教育部重编国语词店收定本 网络版解释 利有未代的意思是能力有所不及 我的意思是说市长他在现在这个市长的职位上 他感觉到他要替青年人做很多事情 但目前这个职位赋予他的权力 资源相关的这些配套 其实是有所不足的 叶框石出面解释 但用了利有未代这句成语 意思太尴尬 难怪引发外界许多联傻 叶框石跳到这个利有未代的陷阱 我觉得黄杰斯很厉害 翻白眼之后叶框石突然讲了实话 说韩市长在这边利有未代 那确实这是实话 那也代表说韩国瑜请假不去议会 其实策略上是对的 因为你去面对议员的强烈质询的时候 你没办法解释清楚 那你可能没办法 没有能力去回答 那可能就会讲出实话 所以讲出实话 就会造成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那包括黄杰刚才特别在那个 咨询的时候提到说 你不是讲学贷免利率吗 去讲韩国瑜丢了这个政策 但是你在高雄市政府的任内 你在编列预算的时候 对学生做了哪些的优惠 你的市政层级都做不到了 那你更何况去讲国政 那这就让我们想到说 最简单的就是韩国瑜一开始在屏东 他那个基层座谈会 他们说啊 那个学生的学费怎么缴 那个时候是妙的董事长 三三国王妙的董事长 学费缴不出来怎么办 他说没关系啊 韩国瑜市长说过了 太平岛挖到石油 学费就有了嘛 所以你就很清楚知道说 连韩粉这些支持者都很知道说 国家的预算就是一定 你要怎么去做分配 而黄杰更点出来说 你韩国瑜在高雄市长任内 都没有替学生在想 怎么帮忙学生去缴这些费用 那你现在突然就随便一开口 就是把这些都免费 那些都免费 钱从哪里来 其实是重点 他的那个 他的支持者韩粉跟你说 挖到石油就有了 这其实他不是在嘲讽他 但是在全台湾人看起来 就跟叶匡石讲的力有未代 一样 就是你韩国瑜根本没这个能力 你到处在这里的消费 好 叶匡石吃了老实果子 那等一下我们继续来讨论咯 请韩各位锁定民視台湾台 辣新闻一无二 高雄市议会市政总质学 却出现了爱的鼓励 一起来 我们一起为我们这个伺服团队 来的爱的鼓励好不好 预备开始 这是国民党议员陈梅娟 四号市政总咨询 先说市长请假 相信在三位副市长带领下 各位局长绝对可各司其职 他对官员们有信心 要大家一起以爱的鼓励 相互加油 但其实这也不是国民党议员 第一次在议会里和官员 相互取暖 本席给予市长六颗心 前提请起立 我们给市长一次的拍一首鼓掌 我们拍一首鼓掌 也有用唱的 赌你以来诠释大家对你的热爱 高雄市员千奇百块啊 这样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地方议会的水准 这一次终于见识到 很可笑 也有黄姐也不要这样 高雄市民很可怜 说实在话 就是说他们选择民意代表 他们市长跑掉就算了 叫他们蓝色的民意代表 用爱的鼓励预备 然后或者是用这种唱的读你 这其实有什么问证的能力 有什么样为人民 把关或监督的这个能力 其实看了高雄市民 我觉得心可能在流血 那我要这样子讲 是说其实韩国瑜市长绕跑之后 高雄市的议会好像有点像是唱独角戏 就是说黄姐他也只能对着副市长去问 到最后逼问出一个利有未待 然后好像说韩国瑜就没能力了 你不要这么便宜 所以到现在为止 其实高雄市民的权益是被阉割的 也就是说你不只是要变抽签 我抽签问市长 现在连市长都跑掉了 我只能问到副市长 而副市长说了实话 说了实话之后又如何 韩国瑜还是到处到处乱开支票 那我要这样子回到刚刚前面去特别谈 也就是说其实韩国瑜在这个中国 挑出这个二十六条的这个会台 所谓会台政策 其实他完全没占到便宜 是因为你看一下 里面的第十四条跟第二十六条 第四条是什么 他说台湾同胞 如果你这个出国可以寻求 这个中国人民共和国驻外单位的 这个相关的协助 包括可以拿到他们的旅行证件 这件事情是什么 消灭中华民国 你拿了中华民国护照 结果你一定在那边不能用 你要跑去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关 驻外使馆的东西 韩国瑜市长说过一句话 他说他为了中华民国可以粉身碎骨 这个二十六条 里面的第十四条 就是让你粉身碎骨 中华民国被消失了 另外一个是什么 运动员 运动员你可以用他内员身份 什么叫内员身份 变成中国的相关的这个省份 掉出来的内员 变成他们的球员 然后参加他们的职业联队 那换句话说我们这边中华队 也许打得很好 你到那边去之后 你身份被改成中国队 然后变成你的中华民国又不见了 一样让韩国瑜粉身碎骨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敲响警钟 是敲响谁的 敲响韩国瑜的 那刚刚讲到二十六项 其实到底对韩国瑜帮助 中国在过去提三十一项 所谓会台政策 就代表说他现在不敢再提示 前面就失败了 前面的三十一项 在今年的观察里面 这三十一项中国官媒 不太敢再提了 为什么人家的媒体 如果说这个事情做得很好 对台湾影响很大 那他们的媒体 一定会大家的吹捧说 你看我们就是跟中 台湾关系非常的好 我们三十一项会谈 中国官媒完全不 在这一年度完全不敢提 而台湾的数据 不论是投资 一个是钱 一个是人 不论是投资 我们前进中国 以及说我们的人才 有没有进到中国 这两个数据上面 连三年 连三年都是逐年下降 逐年复成长 三十一项做不到 现在跟你丢一个二十六项 而六十六项里面 又其中两项消灭中华民国 韩国瑜还不粉身碎骨 所以这一个是结果论 我相信国台办也好 或者是所谓的习近平 在推一国两制 台湾方案 绝对目的不是为了支持蔡英文 他们绝对不是 他就在宣誓 他的这个他中国的伟大神圣 但是负面的效果 就造成韩国瑜在这边倒地不起 因为你进了中联办 然后你进了中联办 你跟中国关系讲不清楚 遇到二十六项会谈政策的时候 你还在那边国民党说乐观其成 你一面其中两项消灭中华民国 要粉身碎骨的韩国瑜 不敢出来讲任何一句谴责的话 这就是荒谬所在 那中国在这边执行上面 真的会会台吗 我举最简单的例子 过去马英九 他只要说九二共识 一中各表 他签了两个协议 在二零零九 一个叫司法互助 一个叫食品安全 当时马英九宣传怎么讲 我承认九二共识 所以我签了这个 所谓的食品安全 当时有个毒奶粉事件 台湾很多人受害 这个他说我可以帮你求偿 到今年十年 求偿多少钱 你知道吗 零元 所以中国跟你签约 不代表我就全部挺你 三十一项会台政策 也没有成功 现在再给你丢个二十六项 变成选举议题 而让韩国瑜在这边只能说 我乐观其成 对于里面消灭中华民国的部分 完全不敢讲 这就是很明显的 那现在又看到说连厕所 上个厕所可以吵个两三天 你就可以知道说他的等级 他的格局非常的清楚是根本不夠格嘛 你对中国的这个应对是没有能力去进入 他的这个相关的政策内容 你对于自己上厕所 这件问题 其实就让大家想到说 你如果连上个警察局派出所的厕所都被卡 是不是去对应前面 他讲的国家机器动得很厉害 你前面去讲了这个所追踪器 后来被自己的市警局局长打脸 说没有查到 然后让这个国民党的市议员 就当时说有人看到有追踪器的包括什么谢龙介 好像有什么相关的这个资讯的 全部都死在沙滩上 韩国瑜在这边全部都不负责任的丢出 这个相关的议题 在这一次上警察局派出所能不能让他上厕所 其实他只要第一时间讲清楚 像博弈刚才讲的 把他讲清楚 然后再再讲清楚 可能打脸到他服选的立委候选人 打脸到就算了嘛 你把他讲清楚 你不要让这些警察同仁 在那边帮你背黑锅 所以我们很清楚看到说 你看从高雄市议会 他的副市长都讲说力有未待 他在这个厕所上面的关卡 回答的乱七八糟 到中国的会台政策 国家层级的政策 没能力去解释清楚 就知道为什么韩国瑜的民调 一直起不来 好几句 抓来这个厕所这件事情 其实你也是殃及基层警员嘛 搞不好这个 这里面还都是桃园的选民了 对不对 对你这个立法委员有什么方数呢 不过韩国瑜开了很多证件支票啊 从他第一天一直到现在为止 大概已经一千多亿了 这个其中呢 有这个长照 有年金改革重新提 这个检讨 还有孤光文物一次展出 扩建 或者是这个高三升旗 这些都已经被大家 这个嘲笑了半天 但是呢 国民党呢 他今天呢 就列出了一个小应用政机 这个政策买票 其实政策就是政机啊 这个民进党应该谢谢曾明宗呢 这个国民党的委员帮忙蔡英文宣传政机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表格的时候发现 哦哟 蔡英文做了蛮多的事情啊 国民党是不是在反串呢 他说这个 在建设上面有高铁延伸到宜兰南铁 然后梳花公路这个安全提升 更换清洁队设备 扩建东港渔港深水码头 新英提外变道 这是这样的建设 那今天呢 这个补助 是大概从零到六岁的育儿津贴 开始一直到 这个夜市的抵用券 那这个夜市抵用券最近已经开始发酵 那还有这个大型车庄 视野的辅助系统啦 农与子女奖助学金啦 这个租金补贴啦 农机补助 这个在农村啦 这个农业县市 也发生了一些实质的这个正面的回应 还有提高老农津贴 老旧继承车 态换补助 调降健保这个倦口数 那此外呢 这个减税这个 是废除印花税 有121亿 节能家电退税 这个态旧补助 增列长照特别 这个扣除额是20亿 这个家电呢 退税最近我有朋友 他们呢 新家落成 去买了一个新的大冰箱 真的有退税耶 他还在那边好欢喜哦 这个昭告各界 所以看起来 他是有做很多事啊 那个 赞一文的政府 这是曾明宗所提的 不过呢 韩国瑜的问题 应该还是出在韩国瑜本身吧 他的那个 他跟他的太太 这几天在谈话当中 所显示出的歧视优越感 让各界频频讨论 一方面就李嘉芬说台语 在家里讲 那另外呢 移工专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个移工专区的意思 是要把移工的休闲 把他圈在 现在移工所喜欢去的 那个市中心地方 让他不要那么让 韩国瑜看起来不碍眼吗 我是在怀疑 这里面还是有歧视作用 更别讲他对移工有 凤凰走了 积来了的说法呀 我们来看韩国瑜的这个争议 韩国瑜接受媒体联访 爆出火药味 外籍劳工 集中管理不觉得涉及歧视 我有说集中管理吗 我有说集中管理 你的问题好像扭曲了我的答案 韩国瑜不满自己的谈话 被扭曲态度越来越强硬 不是不是 不是 不是我没有 你完全扭曲我的讲话 你完全扭曲了 我再重申一遍 是休闲 其他的记者急急忙忙 要问别的问题 不过这时候韩国瑜 已经完全被激怒 不不不不 我们把话讲清楚 你完全故意扭曲我的问题 我不知道是哪个媒体 你完全扭曲 我再讲休闲 我再讲休闲 如果外籍移工需要一些休闲区 政府可以去思考 麻烦你重复我的讲话 休闲好吗 重复一遍好吗 休闲你讲一遍好吗 市长 市长想请 市长想请教一下 有一名 完全在扭曲 时间回到韩国瑜大洞干火的十分钟之前 当时有人建议 是否在南岡工月区附近设置外籍移工的休闲区 是不是我们也应该考量外籍移工的一些休闲区 我觉得这可以研究 韩国瑜答复的内容的确没有说出集中管理这四个字 原本可以趁着媒体联访的时候顺势澄清即可 但是他却针对单一记者的问题如此咄咄逼人 麻烦你重复我的讲话休闲好吗 重复一遍好吗 休闲你讲一遍好吗 谢谢 连副手的问题都不愿意回答 韩国瑜就这样 战力十足的腐朽而去 好 韩国瑜是在南投南岡工业区 座坛跟业者坛 那讲到这个移工呢 他们的休息说 大部分集中在火车站休息 规划移工休闲区 让他们有更加的休息空间 其实休闲就是自己选择地方嘛 合法就好 那这个记者问他是不是专区集中管理 他就说 我也说集中管理嘛 那移工休闲区 专区那也是集中嘛 对不对 故意扭曲 哪家媒体的 这个他好像有点担心人家 讲他有歧视 那他的太太呢 说这个教母语浪费资源 学校学习母语是浪费资源 很多人也说啊 这个mother tongue 就是回家跟妈妈讲了 那这个没妈妈怎么办呢 而且我们这些 就是母语 就是台湾语啊台语 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没讲母语 现在现在不要说台语 有的时候都 别人笑 就是这样啊 所以国民党政府对我最大的伤害 就是你没有在学校教我母语 懂吗 所以新住民妈妈就说 还包括新住民的语言 越南 印尼啊这些语言 学习妈妈的会 为什么要被韩国瑜歧视 李嘉芬给我向全乃新住民妈妈道歉 这个难道只有学英语比较高级吗 比较高尚吗 这里面有优越感的问题吗 佳青 其实如果说 昨天的韩国瑜回应 只是第一次偶然这样出现 我觉得大家比较不会用歧视 这两个字的用法 但问题是韩国瑜李嘉芬这对夫妻 长期以来一直对于台湾 这个多元文化里面 有某些人是强势文化 他就非常的 像他维多利亚学校 就是很强调说 我就是双语哦 我的双语呢 就是学英语 讲英文 英文是比较高级的 对不对 然后我呢 这个一学期 一个年度下来呢 十万块钱以上的学费 他可没有说 你没有缴学费就不用缴啦 对不对 他也没有劝说 你真的 这个家里经济有困难 说也不要来啦 他没有讲这些话啊 那可是呢 他一讲到移工 他一讲到移民 他讲到外来的文化 讲到非中华汉民族的东西 马上来了 除了英语以外 就是汉民族最高级 这种大汉沙文主义的概念 在他们夫妻两个身上 一表无疑嘛 这也是为什么 他昨天这个话 会被人家拿来质疑说 是不是又落入一种 这种歧视的可能性 那其实我老实讲 母语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说 现在我们要在学校里面教 很简单一个道理 过去我们是在学校里面 被禁止讲母语的 不要说教母语 连我就记得我自己小时候啊 自己当班长 然后听到同学讲台语 要负一块 负五块 那心里都会不舍得说 同学家里就是 他一个礼拜就这么十块钱的零用钱 我还要给他罚一块钱 五块钱 于心何忍 可是过去的党国时代 戒严的状态就是这样 不允许妈妈的话到学校里面讲 那为什么这个时代 我们觉得说 更需要去鼓励 我们前两年 民进党都办了 这个所谓东南亚语的歌唱比赛 为什么要办歌唱比赛 是希望说让这些多元的语文 他有一个展演的空间 让他变成有自信 然后他在学校里面 有时候我必须要说 我们在新住民到台湾来 他们还是会面对一个 比较优势跟劣势的状态 所以有些越南籍的妈妈 印尼籍的妈妈 他想要教他的孩子在家里 讲越南语跟印尼语的时候 他可能会受到婆婆的阻碍 婆婆说 教大家语就好了 教国语就好了 教什么外兰语 什么印尼语干什么 所以因为现在有一个这样的比赛 哇他们突然之间觉得说 他们被重视啊 然后婆婆也开开心心的说 快哦快哦 为了要学这个比赛的这个歌曲 他就会开始鼓励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是说从压抑到鼓励这当中 是要需要有一些渐进的过程的 那我很遗憾 李嘉芬他们自己在办教育的 办到现在居然是众英文 大汉沙文主义 然后清其他的东南亚语 这样的一个态度 他不晓得说我们现在有多少台商是在前进东南亚国家做生意的吗 如果你这个孩子现在能够在台语国语或哈嘎发之外 还有第四种越南语或印尼语的这个语言的话 那对他来说是加分耶 那个是一个在台湾的这个未来的发展上面 它是一个有优势的地方耶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 对于韩国瑜这对夫妻来讲 他们眼光就是过去的 为美国试问 为中国试问 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更不要讲说太多了啦 这个来了一堆基的这种影射 玛丽亚怎么可以变老师 玛丽亚怎么可以变老师 这是什么话 菲律宾的英文教育到目前为止都还比台湾强很多 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居然他还看不起菲律宾这个国家 引得菲律宾的外交部必须要来抗议我们台湾 我觉得韩国瑜真的了不起 就是说他还没有征服宇宙 他已经把全球很多国家给得罪光了 亚洲都得罪了一片 日本 越南 这个印尼 菲律宾 这个已经得罪了这么多国家了 那今天 移工来到台湾 我必须要讲 我们过去有没有自己去做过移工的经验 我们有离乡背景去外国读书的经验 有吗 穷学生的时候 你自己想想看 你或者你刚刚去美国的时候 你会去做什么高档消费吗 你不会嘛 你想存钱嘛 对不对 可是你又希望说 你在非工作的时间 可以跟自己的同乡 自己的朋友 有一些聚会 话家常的机会 那你工作地点南来北往 最好的地方当然就是所谓的火车站 你知道吗 我讲一个例子就好了 台中的林佳龙市长 他有看到这一点 桃园的郑文燦市长 有看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在提供移工 周末假日的休闲上 他们就说好 那既然这个公共场所 交通是一个符咒点 那我就在旁边做一个引导式的 给他们一些多元文化的空间 所以他们是利用那边 办了一些 类似就是新移民的会馆 新住民的会馆 然后让他们可以分散式的 既可以这个有休闲的机会 又可以延伸这种多元文化的交流 为什么韩国瑜闭口就是 在南刚有五千个移工 所以我们要集中式的管理 是也不见为敬的概念吗 这些人是来贡献照顾我们的老人家 这些人是把我们台湾人没有能够做的事情 捡过去做 那我们还用这种态度在面对 我觉得我们是有点过不去吧 不管怎样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有其事 我只是觉得从正常角度来看 因为他一天到晚 每个地方倾听之旅结束 都在骂蔡英文 不知世上苦人多 然后要为一般基层的民众 要先温饱来解决问题 而且他每次都说 你们不知道呀 民意哪人都不知道 他每到一个地方都在骂民意 打台湾弄得很悲惨 那如果移工他们有要休息的问题 要规划 也不是你主动说的 你应该去请教移工的意见 人家想干嘛 对不对 这是请教 这个李博弈的 先请教李博弈 这个就是一个开明的态度嘛 第二 移工基层 谋语 平良心讲 他也都跟苦民有关 跟庶民有关 这都是非常彻底的庶民的问题 结果就这样高高在上来处理 该骂吧 我想讲的是南刚这个问题 我要摆明讲 有歧视的人是谁 是一个提问的记者 大家去把那个影片 重新看完一次 他参加座谈会是业者对他提出说他觉得有一些可能觉得可能造成当地的一些不能交通或者是一些生活环境大家有一些意见 因为我们是同意啊 我也搞不清楚状况是怎样啊 所以我们不要谈这个记者 我先讲他那么生气干嘛 如果记者提问错误 你就说你错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就好啦干嘛那么凶呢 因为他很担心如果又被扭曲的话 所以在现场就应该讲啊 我觉得他是把他的想要讲的话表达清楚 我觉得他表达意见很好 他其实也没有特别生气 其实看那天的反应 他就是他说想清楚 他在学那个 另外一个政治人物 你哪家的 人家讲哪家 哦 我无怪乎是哪家就转头就走 这不是非常的不民主 其实我讲真的 韩市长对于这个态度 他讲的很清楚 他那个话讲的 他讲的是他可以来考虑 或者演绎看看 但是一定不会有人情的问题 那为什么呢 因为在火车站看了暗眼吗 也不见为敬吗 他其实他没有讲说到哪里 他都没有讲 他完全都没有 他只说 那凭什么他的移工专区 他应该说我们听听看 移工的意见结束嘛 我觉得台北火车站那些印尼的移工 他们在假日 你知道他们还有地上图书馆 有没有 他们都在那边念书 我觉得那个景象 都还蛮令人感动的 所以口语讲 我跟您报告 韩市长讲很清楚 他说我们针对这个 不论是休闲的区域 我们来做规划跟考虑 他没讲到哪里 那为什么母语 一定要在家里学 在学校是浪费资源 母语的部分 我想 那学英文就不叫浪费资源 我想真的 我觉得可能加分解的想法 应该是说 因为对他而言 他们可能真的从小有讲过台语 所以对他们而言 就是母语 就是他就是妈妈教他 他是台湾人吧 对 所以他们有就是有学过 那对我们而言讲真的 有这个越南人 所以他讲的母语 我想他应该主要指的 应该是台语的部分 因为他讲到有拼音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现在我们台湾 小孩子不得叫那个课程 台语课程 这种拼音 那我们可以说 你要消灭一个国家 就消灭人家的母语 我也可以这样栽赃你 但是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你每天到晚代表基层 结果你们欺负的都是基层 我觉得当然讲的话 可能要更 如果还有任何想法 我觉得当然要把所有政策 讲得更完善一点 不要让大家误会 我觉得当然是比较好 不止啊 就是说他的内心深处 陈柏惟 你用清理来反射 这一对夫妻 到底怎么回事 首先要跟大家报告一下 如果你把他当成政治人物的 规格跟标准来看的话 那可能我们会花这个 我们不能够理解 可是他们就是一个单纯 自私的家庭 为了自己的幼稚园 能够怎么样的增加收入 能够怎么样的 让这个市场更需要维多利亚的存在 那么他就会去做这件事情 他口口声声强调青年政策 刚刚已经被那个黄杰打脸了 那是我不在议会里面 不然我会接着去问 他的教育政策是不是讲的天花乱坠 他的母语啊 他的学校啊 结果他的教育政策 被他们在九十秒内 通过总预算一百一千四百六十五亿 其中教育 科学文化的预算少了十亿 然后教育的这个预算 又下降了六亿 从三十五趴变成三十一趴 这是继这个抽签直询跟烙袍寒假之后 第三次在九十秒内通过年度总预算 一个非常这个坦白讲是很无耻的行为 而且是用代理市长 这个副市长请假的这个代行的市长 来处理市议会的事情 那他这些行为的背后意义是什么 第一个如果他说我们要学母语回家学 那好我们现在学的是什么 是中文是北京话 这个所谓的国语是在广东的时候 由孙中山当时的什么国民大会下去投票 以票之差决定北京话当母语 而不是用广东话当国语 然后呢我们在家里学北京话 那我是不是学校也不要讲北京话了 我们以国际通用官方语言 我们学美语啊 我们以后我们国语改成美语啊 那第二个是如果我们要因为这个利益主义为导向 就是因为赚钱 因为可以去世界上跟其他人做生意 那我们要学的也不是繁体中文 应该要学简体中文啊 所以为什么要在这边学繁体中文 为什么要在这边学所谓的母语 就是希望我们的文化跟其他国家有区隔 这个是我们这个 不管你要讲他是中华文化的这个五千年历史 北京话只有一百年 那你前面四千九百年是谁的文化 对不对 你如果要说自己是正统中国 中华民国是正统中国一脉相成的话 那你前面的四千九百年怎么办 那我们学古和洛语 其实和洛话才是古的 所以古和洛语是台语啊 中国国民党要协助复兴台语文化好不好 傻了吗 然后再来其他的组包含到 你知道我们的我们大部分 我们的母语是什么 你知道吗 包含新住民包含原住民 新住民又包含了很多南洋军岛 不同的国家 外国来的 包含这个女婿或媳妇 可能是我不知道这个欧美国家也有 中国也有 这些不同的语言在台湾 除了强势语言 就是欧美国家各国跟中文之外 我们大部分的都是非常弱势的语言 在联合国的评品里面 属于脆弱跟危险跟坦白讲 叫评为的语言 包含之前也有人做影片说 我认为台语大概五十年内就会死光 如果我们这样子讲不够精准的话 请大家进到校园里面 我相信博弈常在保学校的托法 你校庆运动会有听到用台语讲话的老师 或校长吗 几乎快要没有了 可是如果大家去回想五六十年前的学校教育 那个是那个是老师跟校长 大家都是用台语在讲 那为什么会不见 国语补助政策 所以现在好 不是要罚钱吗 不是要罚钱吗 对 过去就算了 那现在复兴台语文化 这有什么不对 明明都已经进去了 你现在上去又要改回来 这个真的是国民党的政策吗 不能用民主多元声音来说 没关系韩国瑜讲的是错的 我们有其他的想法 我认为这样子不行 好 这个交谋语浪费资源 其实第一时间他的意思是台语的 李嘉芬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 选情的最新的发展 就是宋楚瑜先生他要参选了 这是他第五次 要参总统和副总统 第四次参总统 第五次参与总统副总统选举 四个字 不会缺席 2020总统大选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手上的最后门票 确定不会让给哭等合作的 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因为宋楚瑜接受平面媒体专访 明确表示门票给了王金平 刚好给了质疑的人借口 指控存心来导弹 150万人给的选票也不是交换工具 如果会被扣上帽子 门票干脆撕掉 强调手上这张入场券是非卖品 not for sale 如果我们现在跟王院长太多的暧昧 会导致他可能被开除党籍 这两天有一些不同政党人士在批评说 宋先生如果出来参选就是在扯这个国民党的后退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笑 就是这些人一定已经对他们政党所提名的候选人 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跟动摇 亲民党表示因为交情匪浅才会划清界限 不想给蓝营的有心人士操作空间 或许也是因为原本蓝绿对决 蔡总统以42.7% 高于韩国瑜17个百分点 不过如果宋楚瑜加入战局 原本不表态的人有8%倾向支持菊英 对国民党或多或少产生冲击 我们是在选第二名跟第一名的比赛 而不是我们在选无效票 请多让主席一些时间 子弟兵张硕文喊话再给宋主席一点时间 或许是因为原本蜀艺的副手人选谢金河 表示习惯闲云野鹤的生活婉拒邀请 让寻觅搭等的工作又得床头来过 而这个月18到22号 政副总统就要完成登记 剩下的一个多星期就等宋楚瑜先排 豪杰上一夫先生 你对宋楚瑜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对他有什么看法 我对这个人已经很无感了 没什么看法 一个人参加五次政府总统选举 四次是选总统 他很有毅力啊 跟你一样你就是毅力的大丈夫 所以这个在民主史上 真的要把它记载下来 要从他2000年的票数 一路到2020年的票数剩多少 我觉得应该好好记载一下 因为我觉得 当初我们在讨论 国民党不分区名单的时候 其实有人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这是老人民单 我真的不希望再看到我们的选举就是 又是他 每四年来一次 干嘛 世界杯足球赛还是奥运 每四年来一次 吉祥舞啊 所以我觉得 没有 我觉得一件事了 宋朝贤 当然是他的权利嘛 因为清明党2016年的立委有过5%嘛 他们有他的门票嘛 但我真希望这张门票用完了以后 不要再有门票了 不然我还要第六次看到他 我就很痛苦了 我觉得民主是眼镜的 我觉得一个人就这样不断的选 我也不懂 就是说这个人的毅力 到底会怎么这么强悍 当然他原本一开始是不想选的 你说这一次 对 他原本是不该想选的 其实他的票原本是想要给柯文哲的 这我们都知道了 那柯文哲就组党了嘛 那柯文哲为什么 柯文哲是不想要做清明党的接班人 他是要自己创党 他就创了党了嘛 然后清明党里面就有五种意见嘛 这五种意见 你看清明党实际上 清明党才几个咖啊 现在有几个人啊 既然可以有五种意见 咖都没有五个大咖了 对 一个叫做反柯文哲 反柯文哲不一定挺王哦 所以反柯文哲是一种意见 反王金平是一种意见 因为反王金平不见得挺柯啊 然后挺柯是一种意见 倾向于王是一种意见 希望宋楚瑜出来选是一种意见 旁边哼不郎当四个人有五种意见 就含不郎当当旁边出意见的四个人有五种意见 那我问你 我听不懂这句话 他说如果门票给了王金平 就坐实了我要捣蛋 我不要被人家扣帽子 宁愿撕掉也不给王 这什么意思啊 其实这个是哦 大概一个月前 其实已经确定不给 不会给柯也不选了 也不会给柯 那郭台铭也宣布 不会去拿别人的门票去选的时候 其实他们内部一直在讨论一件事了 就是说宋楚瑜本身 他就是国民党的叛将了 他就从国民党出来的 然后现在这张票 要不要交给王金平又拉一个叛将出来 然后从此亲民党叫做叛将政党 那也不错 对他们那时候一直在 一直在考虑这件事嘛 还有一件事就是说 其实说一些实在话 他们还想说 把自己放在一个蓝银的位置上 不愿意去变成 好像我是极力在分化蓝银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宋楚瑜到底算蓝的 算绿的算白的 靠前你很聪明啊 你给我一个答案 他到底算蓝的算绿的算白的 他不是跟小英闹翻了吗 那他有跟柯文哲很好吗 柯文哲也闹翻了 那他有跟蓝的很好吗 不知道 对啊他到底算蓝的算绿的算白的 这是我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他跟王金平为什么他不要给王金平 我听不懂他说 如果给王金平就做实 我要捣蛋捣谁蛋 就国民党啊 他是想捣国民党的蛋 拿走了嘛 然后你就做实了 是不是你给王金平就分裂了国民党 是不是在帮小英嘛 然后其实我就说他现阶段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么分啊 我我我不会把他摆在蓝 也不会把他摆在绿 也不会把他摆成白啊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摆哪一边 才是对的啊 那他到底会伤害谁 他到底会伤害谁 我觉得一半一半耶 韩国瑜跟小英都有 我不觉得他是纯然会去 就直接伤害到韩国瑜 因为那是我们的有一种 就是说我们久了就会把宋楚瑜定位 好像他就是蓝一 他就是蓝一 但是蓝达他跟习近平很好啊 他跟习近平很好啊 他是柯文哲市府的最高顾问啊 对啊 他是蔡英文的代表 是总统府的执政啊 后来他辞职啊 那又另外一回事 我就觉得说 这一个人 现这段我不晓得怎么定义宋楚瑜啦 因为其实大家都有点交情 我也不想讲得太难听 我也不想讲得太难听 那你为什么讲别人都讲难听呢 因为你想一下 这一个人 这一个人一直在游走四方 一直在头顶上灌了这么多的抬头 然后这边也可以 那边也可以 这边也可以接触 那边也可以接触 然后呢 问他墨律是什么 他说墨律是台独 他又是主张统一的 然后他又可以跟柯文哲在一起 他又可以去帮 拿着国家的名誉 去帮民进党人忙 然后到最后 又在亲民党 然后又把自己认为 好像不要去倒国民党的蛋 好像又把自己摆在篮影 我真的搞不清楚 他到底去哪里 这人的个性从那个 最早开始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国民党人到最后要造反的时候 最后一脚都不敢杀下去 那他说 民进党打压牌 再做社会动员 无助解决两岸问题 不该在这个时候 搞中共代理人草案 这是帮老公讲话 然后骂韩国瑜说 你以为你选上市场 就啥能干 现在政坛常见爱骗 才会赢讲 粗鲁的才会受人关注 他是批韩国瑜 个人的人格特质 没有批他的政策 人家很明显的是 站在亲中那一方 这个是宋楚瑜 那我们只想 这个亲皇你看他 宋楚瑜亲中 这个是问题吗 不是啦 他不是问题啊 但是我就觉得 他到底是蓝的亲中 绿的亲中 还是百的亲中 我现在根本搞不清楚 他到底是哪一个的 你的绿的过 他会抗议 那这些这个 要看这个 他这次2020 会不会就让选民 就终结了亲民党 烦不烦啊 免得他2024再出来选 我这样讲是 从选民的角度来看 因为那些支持 蔡英文的年轻选民 根本不认识他嘛 有些人都2020才生的了 对 所以在他们选举分析里面 大概我觉得 40岁以下 年轻人对他认识的 真的没有很多啦 那所以对他比如说参选这么多次 倒有年年有余这样的一个称呼出来 大概 大概我觉得年轻人对这个大概不是很认识 但一定年纪以上选民对他其实是有印象的 所以第一个你先确定 就是说宋楚瑜的政治主张跟立场 尤其是对中国这件事情 在今年大选本来就是主轴嘛 所以在对中国的态度的大选的主轴判定上面 他其实你要把他归程是绿的 我觉得难度很高啦 绿营的选民 大概接受度也不会很高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 他所掌握到的选民 或影响到的选民 我认为比较大的机会是在哪里呢 是在现在还在犹豫说 到底要不要回到 莱茵的郭粉身上啦 因为郭台铭不选了嘛 那这些郭粉 也空在那一边嘛 那郭粉里面 属于年纪在一定成年纪 一定年纪以上的 对他来说这时候就多了一个选择 要不然他要怎么选择 这些很多郭粉现在看到的是 他可能连投票都不见得会去 但他犹豫在到底要不要出来 投给韩国瑜 所以才会看到就是说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这些人是有可能会投给宋楚瑜的人 只是说比例会到多少 然后另外一个是 其实在宋楚瑜的这个参选的过程里面 其实现在最影响最多的 或是最紧张的 其实现在反而是台湾民众党 就在政党票的部分 对他们现在 因为对台湾民众党来说 这属于四十岁以下的选民 他们遇到跟时代力量之间 会有竞争关系 那一定年纪以上的选民 他们现在跟亲民党之间 也怕会有竞争关系 所以现在对他们来说 压力反而比较大 那只是说他们在这个评估的里面 选担策略主组要放在哪边 你为什么要表情看起来变成这样 这么扭曲 然后在这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就是说宋楚瑜要出来这件事 其实本来就酝酿了一段时间 尤其是他大概从 我记得从上上个礼拜 就开始在酝酿安排了很多的专访 那个专访内容 不出大概就几种 一种是在 他在论述他自己 对现在的国家定位跟看法 第二个是他阐述的什么呢 像之前听到最多的 像包括柯文哲讲的 都是中华文化 可是那个宋楚瑜 在接受媒体专访的时候 谈到台湾现在文化组成 是这个日本文化家 西方文化 加上中华文化家 原住民文化 他提出来的论述 跟过去稍微是不太一样的 然后呢在几次专访里面 他还特别要秀他的体能 给记者看 然后这有趣是有趣 在他说黄金平 跟马来西亚的马哈蒂 都是在前面 帮他打前锋的人 这些年纪都比他大 也就是说 他的年纪 好像出来一战 还是可以的 所以就变成说 在这里面 你大概看到宋楚瑜出来 其实大概已经铺陈 已经就加温了一段时间 那只是出来之后 现在其他政党 要怎么去做因应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影响到比较多 尤其宋楚瑜出来 我认为他当然是要政党票的机会比较高 他放在总统不太可能 所以我觉得政党票的部分 就是他跟什么呢 跟柯文哲之间的台湾民众党 会不会陷入抢票的问题 他们两个一抢票 可能会双输 两个都达到四个百分之四 然后都没有不费去立委 也很可能啊 对 因为台湾民众党现在遇到 就是年轻的选票 跟时代力量之间有竞争关系 那另外一边的选票 跟亲民党真的有竞争关系 我补充一个例子 这个台湾民众党的党员结构组成 他们发现最大宗是什么呢 是高学历吗 我是说以原来的政党倾向 以原来政党倾向划分 台湾民众党新加入 通过这几千个党员里面 最大宗的是支持时代力量 然后次大宗的是支持 本来支持民进党的 那第三名的是支持亲民党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 就是在他原来的支持者结构里面 本来就是跟亲民党之间 跟时代力量之间都会有什么呢 会有一些竞争重叠上的这些关系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 他出来之后呢 对于这种政党票的倾向的部分 跟时代力量和跟这个亲民党 都会处于竞争的关系 当然就是说一个政治人物的选择 是他的事啊 那你觉得郭台铭 他今天不是去告这个 其实就是凸显含粉的可恶吗 不管他是不是韩粉对不对 那郭台铭的郭粉现在有两种趋势 一种就是死也不投韩国瑜 一种就是他们也有一些社团 在酝酿 这也是操作吧 就是挺郭的这个社团 开始要去挺韩国瑜啊 那在这个状况之下 郭台铭一定最不想看到韩国瑜当选 他应该没有变吧 这个不只是讲说郭台铭 其实现在谈的是郭粉 现在谈的是郭台铭的粉丝的支持取向 郭台铭的粉丝 我们在观察判断的主力还是以老虎 军团的粉丝业为主 所以即便看到郭台铭 因为有很多粉丝业 但最大众还是以老虎军团为主 那之前虽然有一个粉丝业表态 说他要回归南军 但是你会发现到老虎军团 那边去的时候 其实多数的郭粉 并没有接受 也就是说从几次调查里面 看到郭台铭的支持粉丝的投票取向 里面很大宗的选择 我们看到他们自己办的投票 还是倾向于什么的 很多人是选择不投票 不投总统票 就看大家自己要不要投票 那么其次才会有另外一些 是以支持小英比较多 那这些人的情绪 是讨厌韩国瑜大于蔡英文 所以这些人支持的取向 如果真的非要他去做选择 要么不投票 要不然投蔡英文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说虽然有看到一部分的郭粉 他是倒戈 愿意回流到国民党 没有错 但是你现在看到主要的郭粉族群 基本上还是没有动 他们还是对于韩国 是处于排斥的状态 那这个情绪就算 今天讲的是 就算假设郭台铭董事长 自己要转弯回去 支持那个韩国瑜 那你也要看一个指标 你还是要看郭粉的情绪 转折他接不接受 因为我们常举到一个判断的例子 你看之前 这个传出来 吴敦毅跟郭台铭要见面的时候 第一个有反应跳脚的就是郭粉 对 第一个有反应的就是郭粉 就郭粉里面自己 先产生所谓的退粉的效应了 之后呢 郭台铭临时把这个喊咖 然后发现粉丝又回流了 然后又增加了 所以在这个一来一往的动作 你就发现郭粉并不完全都是什么呢 都是郭台铭靠自己的意志 完全能够掌握 那是一种概念 或是人格上的认同 但他不是完全像宗教式的 听你要他去哪 你就去哪里 所以就变成郭粉 有一定的自主性 那么这个自主性就造成说 不是郭台铭转弯 他要去支持韩国瑜 这一些人他就会跟着转弯跑去支持韩国瑜 那甚至我认为啦 对郭台铭董事长来说 他现在要跟这群郭粉的保持好 就是抠在一起的关系 所以他不会这么简单去做出一个 我转支持这个韩国瑜的动作 他顶多就选择什么 他顶多就选择在 辅选的名单上面 除了台湾民众党郭家军之外 把国民党其他立法委员候选的选项 纳进来 好 但是郭台铭董事长 今天的动作就是提醒大家 郭董对于韩这个字 还是有点生气嘛 就是这样子 那个李博弈先生 你要评论一下宋伯伯吗 宋伯伯是前辈啦 他的想法猜测不到 不过我还是觉得 他主要还是针对他们 那个部分区的 部分区的那个立委席次来做努力了 要知道没有小鸡 没有母鸡 小鸡很辛苦 现在民众党碰到一样情况 柯文哲没有母鸡 小鸡现在 柯文哲就母鸡啊 他的母鸡最近状况很差 对 以下什么什么 吸毒风波啦 以下什么自焚风波 现在他的小鸡都 性骚扰风波 对 性骚扰风波 搞了现在那个 顾伪辞职了嘛 问题一堆 他现在一直被炮轰 所以他的 他不能他的支持度 声量 包括他的粉丝页 课文字都还一直往下掉 而且甚至也很好笑的是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他的学姐 被发生性骚扰的情况 发生之后 正常来讲 以他们之前的 在网路上的形象是 应该网上是一面 达到支持学姐 觉得你是很多人喜欢他嘛 总会被这样性骚扰 可是大家去看一下 很多网站上面 一面倒着在骂 学姐为什么要这样操作 为什么要骂柯文哲 就表示柯文哲民政党 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 大幅的下降 所以当然现在柯文哲 他自己的麻烦 就是一样小鸡出来 趋余力我就不要讲了 不分析现在状况 他说为什么到五六席 六七席 因为我们现在估计 他能够有三席多 应该是 蔡比若本来说十五席 对他说十五席 那个听听就好了 十五席 那比国民党民党还多 不可能 那宋楚瑜跟柯文哲 如果两个党都出来的话 那是最对国民党 可是自从他的一些议员 跑的跑退党退党 他们双方的关系 现在应该是很差 可是宋楚瑜没有骂柯文哲 可是他没有骂 民进党也批那个韩国瑜 可是我觉得他只是 老实讲 我觉得柯文哲的现在状况 已经不是台面上 需要被批评的人了 因为他本身并没有出来选 所以对于我们的宋楚瑜而言 他一定是先批评 他主要的对手目标才是 那柯文哲现在只是一个党主席 你去批评他 我觉得意义不大 但是他很会讲话 这个宋楚瑜从很早以前 他就蛮会讲话 我记得就是以前说 他当秘书长说 大家说那个是老旧的故事 就党内有反弹 他说国民党不是弹簧床 所以他以前讲话 比韩国瑜还好玩 而且比韩国瑜文明 所以他就骂说 正常见 爱骗才会赢 讲出鲁的才会受人关注 这个爱骗才会赢 蛮好玩的 蛮有梗的 好 那这个李嘉芬是不是 要代夫出征到东南亚 二度去 第一次去不够 你这个对新移民这么的歧视 你还再度到东南亚去 而且还要到美国去 那到底怎样呢 这个 他是想要访问美国 然后那个 再来用夫人的这个战术 来为韩国瑜募款 还是真的让他达到访问的目的呢 佳青 这个他去东南亚也好 去美国也好 都有一定的这个所谓 过去支持国民党的铁粉在 那这个韩粉呢 有很大的成分 大概就是会捐款的 不一定会 你觉得他是为了要莫款去的 对 我认为 我认为 台商就有他的一群自治区 这个就是钞票 钞票重于 重于选票 不然你说真的在柬埔寨的台商人口 有多少 他为什么要特别到柬埔寨去 对不对 那台商的人口最多的聚集点 越南 东南亚应该是越南 去过 刚刚去 越南飞里面去过 刚刚去嘛 那他特别飞过去 当然这些台商主要就是 能够给予一些经济上的赞助 那也好啊 对那对韩国瑜跟李嘉芬来说 那是最加分的 他是这个双 夫妻双打嘛 对不对 这个史密斯夫妇 问你 他有个加分讲堂 据说还有讲食堂呢 是啊 他这个他这个加分讲堂 我没有什么好批评 我乐观其成 他在讲什么就讲什么 那这一个 这个这个这个 候选人的配偶呢 显然的是这个很强势 而且还会主动帮候选人开支票的 这种我倒很少看到 通常候选人的这个另一半呢 帮忙出来辅选 或者是用比较软性的基调 来帮忙这个加持 让自己的支持者可以感受到那种温暖 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 可是正常的程序来讲 他已经有一个国政顾问团啊 他的政策面应当是由这个国策顾问团 国政顾问团来帮他这个有铺成 有内容的介绍 可是呢这位候选人的配偶呢 却不舍这个 因为对啊他这个很不寻常 可是人家说他是宋美玲第二啊 所以呢难怪这个上礼拜五 我还在跟邋毅夫变的时候 我说这个候选人很奇怪啊 他明明请假三个月 就说他不够时间了无法去美国 所以他行程应该排很满 所以他现在却自爆说他自己在家里洗内裤 没有行程 那你不觉得非常 那个先拍好的啦 不管怎么样 他呈现出来的内容 你不觉得这个很荒谬吗 很冲突吗 我觉得这个李嘉芬的 那他对得起他的支持者吗 李嘉芬的这个角色 找不然会出事耶 这个博弈 其实就我所知道 嘉芬姐讲所有东西 都是国政顾问团后面写出来的 他只是在帮忙后面 但是也不应该是他自己来讲 那也不应该是嘉芬讲堂吗 所以说他们的定位 要怎么来去帮忙韩国瑜市长 当然他们自己的内部考量 但是我知道的是 他讲的不是他自己想的 是有国政顾问团想好政策 接下来韩市长本来就是推主轴 可能在他们就帮忙去宣传这个动作 但博弈你讲这个东西就很奇怪 而且很逆我们的尝试 就国政顾问团拟好的东西 不是给总统候选人讲的 是给总统候选人的夫人去帮他讲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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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碰的还都是比较刚性的议题 不是那种诉诸 同婚争议什么课纲 他不是讲的都是 比如说我单纯关怀弱势 或是怎样这种碰比较软性的议题 他讲的是比较刚性的政策的议题 就是他们的一个国政顾问团 他把所有政策理清出来之后 跟韩国瑜和市长讨论完之后 他们内部其实是 国民党毕竟也是一个白年大党 是参加选举这么多次 不要说候选人的副手帮他宣布政策 绝无可能 对不对 当然不会 当然不会 这个配偶帮忙宣布 我讲的是 这个是对 我跟你讲 这个是奇蹟 不是不是 奇蹟 这个是有返校国 久了以后选人一定会不会 就他们讲出来的时候 可能是因为刚好 加分节还有是活动 所以他把那讲出来 那当然好或不好 什么 他加分讲堂 是有十个讲堂 对 因为他活动也蛮多 所以说这好不好 当然韩半这要来考虑一下 会不会对一般的感觉 那就表示韩国语讲不出来吗 没时间讲 或是不能讲吗 对不对 确实 而且如果国政污问团 有帮你加分做准备 这我更加担心 不是吧 他不是帮你加分 或者是他看了 国政污问团的资料去讲话 那我也是更加担心的 那就是实际是无语 他会降到这种病情里面 对他们而言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先讲的是 对于韩国语言